第三件事我还要再讲 发国债不差钱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国债发多了不好 绝对不好 这个咱们不说了 这个都知道 像美国 像欧洲 但是国债发的不够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国债在现代经济里 国债已经远远超出了 是一个借债的概念了 国债是一个国家发出的金融产品 在金融市场上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对象 应该是国债 各国的经验 主要国家经验就是如此 应该发国债 保险公司 养老基金等等 应该它主要投资对象是国债 国债这个里面 可以形成一个规模巨大 流动性很好的 具有定价的风向标作用的 一个金融市场 我们太少 我们只有六万多亿 七万亿左右吧 七万亿左右 所以国际上 国际上非常希望 中国政府能多发一点 人民币计价的国债 在香港发也好 国内发也好 让国际上投资者来买 人民币国际化是什么本质 本质就是让外国人 把部分的美元和欧元换成人民币 来买我们的国债 这是本质 我们为什么美元是国际货币 不就是因为中国人 还有日本人拿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 去买人家美国的国债券吗 不是这么回事吗 对不对 所以发国债空间是大的 我绝对不是滥发 我一定 咱们千万别误解 不是滥发国债 一定是有规模 有管理的 有战略目标的 去发国债 所以发国债不差钱 所以总共宏观图像是 我们的图像 公共产生有问题 问题很大 问题的一个表现 就是钱太多 而不是钱太少 我现在说地方债务的危机了 地方债务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绝对应该改革 我自己讲了很多年了 我现在讲 我中国改革的 最需要的改革 就是财政改革 财政改革是牛鼻子 财政改革是个牛鼻子 抓住它就能够突破很多 从政治体制改革 到经济改革 都是一个牛鼻子 那么地方财政 融资平台 有人说十万亿 有人十二万亿 十五万亿 无所谓 这些钱 问题不是说付不起 关键是谁来付的问题 是中央政府付 还是部分的银行付 还是地方政府砸锅卖铁 把自己的资产给卖掉 来付 更重要的是 要通过这十几万亿的财政的 十几万亿债务的重组 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 透明的体制 不要让地方政府滥借钱 所以我同意 公共财政有问题 地方债务是问题 但是我的观点是说 它是一个改革的突破口 就像这个农包 把这个农包切除以后 你体制就健全了 不是宏观上 不是宏观的结构的问题 不是说中国政府没钱 不是那个 不是传统意义的 金融危机的概念 懂吧 我是讲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是讲中国的问题 好 那咱们谈问题 我谈了中国增长的潜力是有的 谈到了 那么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的问题有这么几个 咱们谈中长期的问题 第一 人口的问题 我同意 人口正在老龄化 这个我完全同意很多人讲的 我刚刚也谈了 农村人口劳动力 现在供应相对不足 但是人口老龄化 这个事应该这么来看 短期还不至于影响增长 因为短期 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 没有用好 比如说 在座你们都知道 55岁我们要强迫很多女士们退休 60岁男士们 这个非常不合理 55岁 今天的中国的父母们 非常的有吸引力 60岁男士们也很健壮 平常退休 对不对 中医养生的道理 60岁 男人熬到60岁 身体又进入了新的稳定状态了 我们40多的人最倒霉 最危险 你知道吧 为什么 人家想工作 为什么要叫人退休 不合理 这个东西稍微改革改革 不要强制退休 给一个指导性意见 给一个上限 那就行了 这个有改革空间 我不担心短期的问题 短期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 但是人口的问题 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因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告诉我们 当人有钱了以后 当社会发展了以后 不管你信穆斯林 还是信天主教 还是信新教 还是信佛教 还是 基本规律是 人都不想生孩子 你相信吗 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 印度尼西亚是这样子的 台湾是这样子的 香港更是如此 这台湾 这是香港 咱们也不要引起社会 新的争议 香港的最大问题 就还不是什么 孔心东讲的玩意 就是他不生孩子 我跟那香港人讲 男男女女不结婚 结了婚的生孩子不多 这咱们社会怎么发展 对不对 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 我们大陆人不要学 这个是 其他都可以 都不错 那为什么 为什么社会发展了 往往就不生孩子了 道理很简单 没那么复杂 生孩子的最大成本 你们知道是什么 是妇女的时间 社会发展了 不要批评我反动 我只是陈述这个事实 社会发展了 男女要平等 女人要当领导 人家哪有时间生孩子 哪有时间养孩子 对不起 不要误解 我绝对 我没有针对女士们 没有跟你们不敬 我只是讲 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至少女士们不愿意生三个孩子了 这个我可以讲 你放开生育 你也不愿意生三个了 但如果中国的社会 按照目前的惯性去发展 继续搞计划生育 再到二十年时候 那时候就晚了 那时候你再让人家生 放开你也不生了 我就想 再能干的政府 有一件事搞不定的 你不能替人生孩子 是不是 新加坡政府 你能替人生孩子吗 新加坡政府无所不能 对吧 这么多年搞了很多计划 鼓励高龄的女性 早结婚多生孩子 搞不定 你最后还是不生孩子 是不是 怎么办 从现在开始 就得要开始放松了 人口的问题是惯性很大的事 你知道吧 所以这段生育的问题 一定要开始要研究 我们一定要推动政府 稍微有点眼光 长远眼光 不能这么短见 邓小平承诺 三十年计划生意不变 我们已经对全世界做了贡献了 三十年 我们少生了三亿人口 最是这样最大的减碳计划 对不对 减碳嘛 对不对 这东西要改变了 如果人口少 如果老龄化 这个人的心态就变了 老龄社会 人心态就变了 日本为什么现在 没有朝气 没有雄心 就是老龄化了 对吧 你去日本看的都是挺伤心的 出租车司机 酒店的服务员都是白头发的人 给我们这些黑头发人服务 你心里不是滋味 是吧 日本人现在有钱了 人和老龄化都愿意穿个球鞋跑步 不愿意消费 经济没超级了 所以这是长期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长期问题 我是惊险一点 点到为止 第二个长期的问题 还是改革 改革这件事 现在比较复杂 对吧 改革 中国的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毫无疑问 是政府的问题 政府必须重新定位 但这个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减少政府干预就行了 中国的经济 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现代市场经济了 所以政府的定位要转变 不是说简单的不干预就行了 政府在对企业 对很多经济问题 在不少经济问题上 是要减少干预 但是在很多问题上 确实要发挥作用 包括最基本的福利 福利的支出 福利的提供 最基本的医疗 还有教育 这些事情地方政府必须要加强 所以我说公共财政改革 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改革 要推动政府角色的转变 这是第二大问题 这个问题 政府的角色的转变 又跟另一个问题相关 我就点到为止 就是社会 点到为止 我想其他的朋友们就讲了 中国经济发展了 年轻人读大学的比例提高了 百分之二十六 正大学 百分之二十六 你们知道吧 我读书的时候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我们八成年代出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十六 那么经济发展了 年轻人上学了 他的要求多了 不仅要经济 要物质条件提高 而且还要有话语权 而且还要对很多的看法 好事情 绝对是好事情 百分之一百 我发自内心的讲是好事情 但是我想讲的 里面的一个微妙之处是什么 就是咱们都知道 咱们这个同龄人都知道 过去在政府的政治体制也好 社会管理体制也好 里面有大量的 大量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还有大量的 经不起推敲的地方 是要改革 毫无疑问 问题在于 如果一夜之间 或者迅速的把这些事情 都拿出来 都拿出来 都拿出来告诉所有的人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里面 不可能是平稳的 不可能是平稳的 经验教训太多了 我不想讲前苏联的故事 我只是讲最后一件 我只讲一个美国人 美国的政治学家 我们很尊敬的美国政治学家 撒米尔·康廷顿的观点 撒米尔·康廷顿研究过 所有的 研究过发展中国家 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他说到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 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控制不好 本来是要搞民主化 搞政治上的改革 这个进程被控制好 最后反而引发了动乱 引发了倒退 所以这件事 是要改革 毫无疑问 但是这个改革的过程 比不改革 比不改革要困难得多 非常困难 非常复杂 怎么能够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能量 把过去的这些能量释放出来 这是关键 这是讲国内的问题 我不讲 最后一句话 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 我刚刚讲的长期问题 我就讲一个观点 未来五到十年 最大的国际挑战 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是美国 我的观点 我刚刚已经讲了 欧洲不是大问题 我就不重复了 欧洲打比喻是必卷考试 今年必须给答案 交卷了 美国现在的问题比较严重 尽管短期增长速度还不错 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很低 融资成本很低 但是确实它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挑战 美国过去那样子的 永远像过去 本世纪初头十年那样子的 完全可以独立掌控世界的局面 与其不复返了 所以当今世界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挑战 也是引用美国人自己说法 用CNN 美国有声音电视台的主持人 时代杂志社的主编 Farid Zakaria 扎卡里亚的话 现在是后美国时代 美国人一国独大 一权独大的时代过去了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就表示 蕴含着美国的自信心下降 美国的掌控力下降 美国的自信心下降 这个过程是很难控制的 很复杂的 现在中东的一系列的问题 我的解释 我的解释 我跟国际关系教练 他们也同意我的解释 我的解释 现在是 问题的核心是 美国的控制力下降 像埃及出的这个事 埃及出这个事 是美国人没有玩好 美国人如果控制得好 如果美国仍然是老大的话 美国完全像以前的模式 可以找一个新人上去 现在的情况就复杂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过程 对中国是有影响的 今天是汇率 明天是贸易摩擦 后天是南海 再往后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太复杂 这个事情影响世界各级 这个事情最麻烦的是 我们年轻人 如果有 如果有些不太理性的看法 这都是美国人要整中国 美国人不得要中国 如果过分的情绪化 它有可能会左右 会改变我们的政策 而相反 我们应该冷静的看到 这个过程是美国人 他的相对自信心下降 美国人相对控制力下降的过程 美国人对中国的很多政策 很多非理性的政策 很多攻击性政策 很多制约性政策 都是自身的控制力 自身的自信心下降的过程 我们千万不能过多的解读 不能过多的去反应 如果去反应的话 反而就上当了 这是国际形势的最要紧的一件事 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 总的一句话 12年稳中有变 国际形势乱中有变 未来5到10年 很多重大问题 必须从现在开始考虑 否则的话到了事到临头 很多问题不好解决 不能把人甘了 所以